嗨,大家好,我是Pan OK,我们看一下比特币养金 现在是209,21啦 我们算21啦 然后这个以太坊是164左右 然后跟我估计 就是有点不一样 然后我在这个我的群 放的那个单子 已经是爆场啦 对不起啦 如果你们是有跟我 但是记得我所有的这些 都是我个人的这个交易记录啊 你们最好是不要跟 然后所以这个比特币 已经是过了这个20500的这个区域 现在还是迈向这个23000左右 我个人认为如果它还是那么强势的话 它应该是会去到这个23000 但是我很不希望它去到23000啦 为什么呢 因为我还没有看到这个比特币 下跌到137或者是140左右 之前我给你们看就是这个 Weekly chart啊 就是这个抽线图啦 就是2100的 它已经是在这里已经是打差了 在过去以往的这个历史 打差就代表说它是最低啦 那么如果它现在反弹起来就真的是 验证说它真的是最低 那么有可能我的估计是错误的 在这个2018年的 死亡交叉不是意味着它会往下跌啊 它是代表是最低啊 看到吗 是最低 这个是Weekly chart啊 Weekly啊 W啊 就是周线图啊 不是天图啊 然后我们再看这个 这个2015年的1月也是一样 它交叉死亡交叉过后 它是属于最低啊 所以在这一次 如果啦 我们说这个交易星期是对的话 那么真的是这个176啊 是真的是最低哦 现在买的话 其实也算便宜哦 所以这个数据啊 对我来讲 它也是困扫我很多次了 我是不是要继续做空它呢 然后我们再看其他这个数据了 OK 这个MVRVJetScore 它现在还是一样 在这个减0.2这个左右了 我就是要它跌到这个减0.4 我才甘愿啊 我们可以看到之前 全部都是减到0.4或者以下 但是这个减0.2罢了 所以我很非常不甘愿 我个人认为还是会向下跌 然后我们再看这个Rambo chart OK 这个Rambo chart就跟这个 20-100的这个EMA一样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Rambo chart 只要到这个深蓝色的区域 那么就是买入机会啊 那么现在是不是深蓝色的区域呢 现在果然是跌到这个深蓝色的这个区域哦 所以是买入机会哦 在这个Rambo chart这个彩虹图片 它是没有跌破的啦 没有跌破了 所以现在它也是告诉我们向上 所以也是一样它混淆我 OK接下来我们再看这个Advanced NVT signal啊 OK这个很简单 就是我们逢跌破这个下面的轴线 那么你就买入 当然它不是说一定准啦 好像比如说这里啊 我们可以看到好像是买在这边低点哦 其实它这个低点啊相差1万点耶 所以我们在这边我们做DCA或者买入的时候 我们要估计它会跌一个1万点 OK我们可以看到这里也是一样 就是它这个最低点4万7哦 4万7然后最低的话它是在3万7左右 所以相差1万 这边也是跌破了这个轴线 它也是显示大概是19千啦 现在已经突破了这个虚线然后向上走 那么向上走也有可能它是一个短暂的这个向上啦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几个点它会影响我这个思维啦 如果我们说根据这个的话 那么我们应该是要反弹 现在反弹是没有错的哦 所以你问我说我现在是看跌比特币还是看多比特币耶 我个人现在是真的是希望它跌啦 因为我觉得还跌不过一样 就是即使它跌到这个176左右我已经是甘愿了 我只是要这个数据而已啊 就是跌到这个176OK然后我就相信它一定是反弹了 那么如果没有的话我觉得 这个现在这个上涨啊2亿多啊它其实是一个小反弹而已 我们可以看到它在这个线呢它是被压着的 那么我们再看这个 月线图啊我们都知道 上一个月啊它是在 194嘛现在就起来嘛 所以它这个 横摆的动作啊其实也是混淆我们很多 因为在这个194 很难去 确认说它是不是跌破 如果它是关在 18以下呢 那么就 就代表说这个10月一定是下 那么这个10月它又倒反走喔 它又再走在这个21喔 它应该是要向下嘛但是没有 因为它是在194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 困窑的一个 数据 所以你问我说个人认为是 多少呢 我个人认为如果我们看这个日线图啊我们要小心的这个位置就是在这个23喔 所以这里这个区域有可能它会有一个小小的这个下跌啦 然后这个 老实讲我是亏最多 因为我是看空嘛 然后这个波动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么我个人认为它有可能会去到这个182左右啦 182左右就是让这个做多的人 基本上已经是买到了 已经突破了 突破这里这个最高就是 也是要突破这个17 1790左右 去到1820大概是这里 那么很多人去做多 这个时候再暴跌多一次 那么就非常非常完美了 OK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个是属于好像一个碗状啦 希望说它还可以再跌啦 OK这个是我个人的看法 如果我们说看图的话现在是老实讲它是慢慢走向这个多头的形式 但是要注意这个关键点就是在这个1820 然后还有这个BTC就是关键点就是在这个 23 但是这里也是要注意啊 因为他在这里啊他没有突破这个215啊 这个215也是非常关键的 我们可以看到在215啊 这个区域啊你看216215左右啊这个是有一个阻力在这里啊 所以这个如果突破不到那么他就是有可能向下跌了 那么跟着这个几个数据就是这个 2100的他有可能真的是从这边底部反弹 还有这个 Rambo chart已经跌到这个深层的这个底部 都是买入信号啦 买入信号但是如果你根据这个数据来做 这个合约的话你就要小心 因为这个他是非常非常大的这个 Range 所以我们要做合约 我们要用更短的时期去做啦 OK 所以今天我就讲到这么回事 如果你喜欢影片就按赞 订阅我的频道 下次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